原厂的旅行家V100房车升级这辆项配置之后 食材很新鲜 果实更丰富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款旅行家 V100的车型 首先前领大气 轮轮车标 全自动标 一级大灯 全自动二气 前后都是配备用力大三头的 前唇做了肚子的处理 前之后去 现在是一个单胎车型 也有双胎可血 后方是配备用两个行车可以打开车踏窗 不要是进入一键启动 都是配备好的 车面见动可调的 带加热功能的后视镜 配变了三路的流媒体后视镜 主附加的车窗玻璃 也是可以一键升降 并且锁车自动升上去 试点接口 七星的新能源充电接口 那后过咱们可以看到 备胎是在这个车尾下方 整个是四个 女不精的能果 四门结杀 四个胎都是在胎下天色 车尾 最开门 上方流媒体后视镜的摄像探头 下方倒车眼镜的摄像探头 在右侧 这就是今天升级的第一项 由原来的一个卡式 身接着一个电化器的灶台 这小灶台可以做到火力更猛 所以呀 为什么说火是丰富 那么想做海鲜 想做肉内 那可以充分发挥您的烹饪特套 它的气瓶的话 在设计在了这个重床的下面 侧面有一个咱们的 20张黑水箱的舱门 再看到这个位置 这里可以变了取电口 方便咱们在这个位置 做饭的时候 取水取电 150升新水箱的重庇驾车口 70升灰水箱 也是设计的挤盘下方 配备建筑中门 下方翻车式的建筑踏步 那样配备有防御中山门 来到驾驶室 主副驾都是配备的安全气囊 主副驾的坐影 也都是可以旋转 电子终于多功能方向盘 中间三路的流媒体 后视镜的高清显示 搭载上机外2.0.7的 财源发动机 功率110座 负比6G375L 品配法博光级6AT 主动的变速箱 中间10.25寸的导航中风胶皮 带有RBUS2.0的安全包 包含ACC自身巡航 ACC超级巡航 车道平均预警 前向控制预警 和自动刹车的功能 A柱中间 还有怎么的GMS防停台驾驶 那这辆车也是 装配的 法利奥的48V 双发电影管理系统的 可以说 充电效率更高 在代色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可以充电两个遍 形成一个小时可以进到三度点 上方是咱们防车管家了 可以触停控制 直到的灯光和电器 也可以与您来控制 配备四个沟壁L的影响 整个车内 现在是个五座设计 那二排卡住在前面 是一个电脑视镜桌 也可以降下去 形成为一张 粘属的横桑 在侧面是咱们48V 单冷便宾控制的内器 不用打开电器 直接从舒服电池取电 而且啊 智能效果好 能效比高 也非常进行后方 动场的上下坡 长度均是1米95 下方宽度90公分 上方宽度80公分 床板可以翻折 在左侧是咱们卫生间内部 有咱们的固定的马桶 洗手盆 静面柜 上方有这份交换线上 两个水质淋浴粉头 侧面毛巾架 那内部同样 设计咱们的风格出口口 往前是厨房区域 海面1200瓦电测 大概的洗手盆 下方是我们老老师师的冰箱 这个冰箱就是升级的第二项了 你客户觉得太少了点 咱们看到前面这个位置 装配了一个专门的冻的冰箱了 可以直接从前部取电 而且这个空间刚好放在了 主架和这个小桌子的后中间 这样子 你不用占用其他的储物空间的 往后方看过来 微波炉 侧面还有一个小的置物空间 在中门上方是我们的急控区域 那这辆车同样 装配了7.2度的凝酸性电池 3000瓦的冲进兵一体机 可以说这款车型就是B型房车 国内的一个车型的天花板了 有想要了解的 咱们详细沟通 好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